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选择比努力重要 礼拜二代仪在说五日节端午节 所以要休四天的长假 端午节只要稍微有研究天干地理的人都知道 端午节是一个节气变化很大的日子 节气变化 台语有在说 不吃五月仗 破虎不工棒 节气的改变 既然节气改变 我也应该顺着这个事 改变一下 改变一下 因为有很多投资朋友 晚上 晚上 看不到我谢明清的节目 所以都来要求说 是不是 可以 晚上有节目 那 顺从古意 古民的意义 的意识 我们把节目 改到晚上 把节目改到晚上 从六月一号 下个月 也就是端午节过后 五月三十一 在隔天 六月一号开始 节气的改变 顺着这个节气 我们也把节目改为 调到晚上 那你心里一定想说 晚上 晚上跟白天也差不多 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我所锁定的一个议题 一个题材 我希望投资人 去对任何一档股票 你要买要卖 我都希望各位深思熟力 好好去思考去想 那白天时间可能 假设半个小时 有人可能会冲动 老实讲的不就趕快去参加他的会演 我不需要 你看 你看 从各位看到我到现在 请问 我有跟您接过生意吗 我有曾经说 欸 欸 幾个月多少钱啊 或是买一送集啊 或是什么 从来不讲 从来不做 做促销啦 销售我从来不做 我只有一个逻辑 我 我 我跟我的团队啦 就是还有一个徐老师 好 我们的目的是 最终极的目的 让投资人真正赚到钱 要贪到钱 贪到大钱啦 这是一般投顾的通病啦 因为一般投顾 急急忙忙要跟你收收费费 赚一点点 又要再跟你收一次 又收更多 结果有人参加了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 下来发现 不要说你了解啦 你贪的都没什么贪 你赚的钱都 连缴费都 都花不来 就算你赚的啦 好不好 那赔钱的更不用收 其实 大部分也赔 所以我跟徐老师 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 帮投资人赚钱 投资人赚的钱以后 他回馈给公司嘛 因为节目会要钱嘛 你要贪有钱 你一定会回馈嘛 这是很正常的嘛 那一直跟你说 欸 一档新的股票跟你又要收钱 又有一档新的股票又要跟你收钱 这种我们不做 为什么 杀鸡其卵 杀鸡其卵 所以各位 我的节目 你看到我的节目 有什么买一送几的啦 到年底多少钱的什么 从不做 不要做行销啦 那不好啦 投资人 会员 赔到钱 你跟他收一次 收 第二次就很难了嘛 因为他赔钱了嘛 再来就是 投资人如果输光了 你不是杀鸡其卵嘛 所以我们讲一个议题 一个题 一个题材 一档股票 我们是很用心很努力的 希望也应该会让投资人赚到很多钱 所以我们就把时间 从下午把它挪到晚上 其实各位 一般的投资节目只有半个小时嘛 那有的老师是希望白天晚上都有嘛 因为他主请会白天也有晚上也有嘛 那半个小时里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做行销 这行李啦 不然就送你股票啦 股票是什么 明天涨停版的 那一档就是要送给你的啦 明天如果有十档涨停 挑一档最强的 就说这档要送给你啦 都是送你明天已经涨停的股票啦 今天不知道啦 那我们不做这个 因为我只有一个议题一个题材 所以从6月1号开始 你绝对没有 应该讲说 我不敢讲说以前没有啦 但是未来你要找到说 做投顾节目 晚上讲一个小时的 没有人敢讲这样子比较快啦 因为他没有东西啊 他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给 给东西给投资人什么东西 教你 怎么做股票 教你怎么看市场 教你去看未来的趋势在哪里 所以6月1号开始 应该要跟各位讲 有很多人晚上没办法看到 假设你有看到我在节目一动 那你也可以告诉 白天没办法看到节目 晚上没办法看到 白天没办法看到节目 晚上要看到人 帮我们稍微宣传一下 那从6月1号开始来 一样是在这一台 节目一动 一带一路新商机 节目的名称 改成一带一路新商机 6月1号开始 晚上10点半到11点半 10点半到11点半大概 如果说家事或是有工作在忙的 有一些是小企业组 商店的老板 小企业组或是开店的 那这些大概到10点半大概都已经 工作结束了嘛 因为有的很多工作到9点啊 要加班要干嘛的 所以洗完澡休息一下停一下 大概10点半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坐下来 很轻松很愉快的 可以有长的时间去思考的时间嘛 那我们坐一个小时来 10点半到11点半 那我会跟一个徐老师 双臣许徐老师 我们两个人 那就我们各有专场啦 然后我们来告诉各位 来分析各位 未来台股或万点时代 如何让各位第一个 书的人坏败为胜 第二个 还没赚到的人心想事成 第三个 不怕你不来啦 谷歌市长很简单 不怕你不来啦 会贪钱的股票 会赚钱的谋略 而且赚钱不是 赚小钱啦 要赚大钱就是 你全部去押一档股票 大赚一波 大赚一个大波段 你知道吗 譬如说三个月半年 一年两年以后 全部出清 把钱全部缩回来 再去锁定下一档 整个大波段操作 整个大波段操作 这才认证能赚到大钱嘛 你如果这边追那边追 像五头苍蝇一样 像五头苍蝇在做股票一样 对不起 这个计量喔 你可以讲这个 这个错误的 买股票卖股票的方式 十年前 就有人一直延续到现在 所以为什么各位去想一想 投顾公司越收 越来越少 第二个 投顾的这种节目也越来越少 电视台也倒啊 投顾也倒啊 为什么 那因为 这些会很赔钱的 受不到会会了嘛 那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走极端 什么叫走极端 政府意义很美好嘛 政府的意义 投信投顾的目的就是 一般的投资人 他 其实他有钱 那他放在银行定存 利率很低嘛 那他想在股票市场 资本市场做投资 所以才有投信跟投顾 来做这份工作嘛 那以投信来讲 还好嘛 因为看绩效嘛 可能会赚或是小赔嘛 可是他是很明确的 譬如这档基金 有哪些股票 那是很明确的啊 可是投顾不一样啊 投顾老师已经走偏了 走偏了 为什么走偏了 因为他为了要做生意 有的是今天涨停 假设十档 他就分不成不同的人 去买这十档股票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他才敢讲嘛 如果没有买 他大部分不敢讲嘛 他涨停版的买得到买不到 他不管 这是第一次涨停的老师 有的是 他要等到这档股票七次已经形成 三次涨停 以后五次涨停了 他才叫会员去买 所以投顾大概最涨停的模式就是 第一次涨停 十档股票全部买的 不然就是三次五次涨停以后 七次已经形成多头了 然后他就叫他的会员去买 通常是这样子 买得到买不到 你家的事 可是上台来讲就很好看啊 你看三次涨停 五次涨停 十次涨停 那各位去思考看看 如果一个老师每天都股票都涨停 我问一个最简单的 他就自己做得好啊 他自己做就好了嘛 不要说豪宅啊 地宝 不像说地宝 101大楼也是他的嘛 他每天都涨停啊 对不对 他甚至可以把所有的财产 能借能押的全部借来 去押每天都涨停 不是都赚钱了 每天都有新的涨停板 每天都买每天都赚啊 那干嘛做投顾老师 对不对 所以我们晚上的时间 要让各位来 我们来互动 再看一遍 来 节目运动 一带一路新商机 节目的名称 从6月1号开始 下礼拜的上班第二天 也就是礼拜四开始 晚上10点半到11点半 一个小时 我不能说是创级啦 但是未来敢做一个小时老师也没有啦 这样讲比较快啦 因为他讲半个小时跟讲一个小时的意义一样嘛 他就要送股票嘛 他要送你明天涨停的那一档嘛 那明天哪一档会涨停 不知道 反正明天涨停一定是这一档一定有 盖起来的一定有 为什么 明天涨停再写进来就好啦 再把它写进来 然后再来讲他的故事 因为涨停就有故事啊 对不对 记得 请大家告诉大家 我们节目一动 一带一路新商机 节目名称 6月1号开始 晚上10点半到11点半 我要给各位更多新的东西 我说万点过后 你没有赚到的没有关系 节气的改变 对各位来讲 是一个机会 是一个机会 那等一下我们回头来讲 万点过后 什么样的商机已经出现了 我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访问各位 就像我联系昨天所讲的 股神 操作股票的股神是谁 一定有很多人讲巴菲特 对不对 股神叫巴菲特 可是我的看法啊 跟各位是不一样的 巴菲特跟巴菲特 他的股票跟你有关系吗 他说我所讲的跟你有关系吗 相关不多啦 可是有谁 有谁直接就点名了 点名了 结果这些股票真的都上来了 那才叫股神嘛 而且这些股票是台湾的股票 那个人叫比尔盖茲 比尔盖茲 全世界首富啊 他比巴菲特还多钱啊 他才是真正的股神 因为他点出来以后 台湾的这些股票果然都上涨 我们等一下告诉你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好快 1 爬上 2 引步 3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 2369 2333 02 2369 2333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拒绝一切草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引进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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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排气密床 额排气密床 打算 魂排气密床 第四条 要很重要的 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小朋友的健康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试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 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选择比努力重要 巴菲特 古王 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比尔盖茲才是古王啊 比尔盖茲说 改善贫穷最实际的方式是养鸡 比尔盖茲说 改善贫穷最实际的方式是养鸡 你一定不相信吗 比尔盖茲不明白 你一定不相信吗 那我们来讲证据 来 国内 包括统一 大臣 普通等肉鸡业者也都已透过集团旗下公司 在东南亚投资布局 东南亚投资布局 各位你看我的节目 一带一路启动 它是六月一号开始 我节目的名称 把霸占关键码改成一带一路新商机 好 懂写吗 各位你去看哦 来 这档股票叫一二一六的统一 这是今年的K线图 养鸡的 今年的最低点五二点四 今天 创又再创新高 最高点六一点四 今年以来高低点总共涨幅是17.17个person 他叫统一 五百几个股份 创高低点啊 涨了17个person 我一直要问你啦 你今年以来有没有赚17%吗 你全部去押就是17%嘛 不是吗 第二档养鸡的 大臣 一二一零的大臣 今年以来他的K线图 从二十八块到三三点八 高低点 涨了二十点七个person 那统一没有 那没有大臣 统一五百多亿股份啊 所以他就涨了17个person 那大臣只有七十几亿股份 所以呢 他涨了就更多了 叫二十点七个person 好 一二一五的普通 有人讲老是同一鸡比较少 大臣鸡饲料 那都是鸡啊 那真正十指弱鸡的 来 他叫浦峰 浦峰今年的 今年喔 年初的时候最低点 四四点九 今年最高点七零点三 总共涨了五六点五七个person 所以各位同事朋友 我一直一直一直在问各位的就是 有很多人为什么赚不到钱 因为你老是在看天边的彩虹 我请问你这三档股票 你看过他什么时候涨天板锁起来 锁起来 有没有 这三档股票 从今年以来 有哪一档是涨天板锁住的 有没有 没有啊 你不会去注意啊 你只注意到涨天板锁起来 然后去排队的而已嘛 我说老是在看天边的彩虹 涨天板锁起来是因为你已经 再还没涨天 前一天 前一个礼拜 前一个月 你已经买满了嘛 所以都没有人教你这个 那你都一直认为说 哇 涨天板五只十只的 那个老是很厉害 你也知道他是虚幻的 那个没有嘛 那个是在做生理的嘛 没有嘛 你去想嘛 那可能是有五只掌听 十只掌听 他为什么要当老师呢 他就自己去队就好了嘛 对不对 因为这么简单的事情 大家想不通嘛 所以你看到的是叫 不确实记的 可是你最接近的 你不理他 这也是我动不动 就拿起来讲的这一章嘛 来 道东学挖金矿 而且这一章我也不定时的讲 比尔盖茨收购 改善贫穷 最实际的方式是养鸡 我不是今天讲啊 也不是这个礼拜讲 也不是上个礼拜讲啊 从我来这个电视开始 我就不断的告诉你 这个方向 他整个族群在动嘛 对不对 来 我们再看一遍 动物疫苗以外 除了动物疫苗以外 国内包括 沙拉统一大臣 普洪 那这三党股药 统一五百多亿股本 大臣七十几亿股本 普洪 二十几亿股本 一个涨十七 一个涨二十 一个涨五十六 那他为什么会涨 因为讲说 有一些 可能 比较连涨的一倍好了 因为他们可能 对统一比较熟嘛 所以他才敢买统一嘛 有时候大臣沙拉油 大臣飼料 他比较熟嘛 他就他只敢买大臣 啊 又比较年轻一点 他对普洪不熟的 他就买普洪 所以他跟年龄有关系 买统一的 年龄就不要多 不要稳重的 好买大臣可能 再年轻一点点 那买普洪的 又再年轻一点点 年龄 应该讲说 心态的年龄 啊这种股本来 五百多亿的 已经涨十七 七十几亿股本的涨二十 二十几亿股本的涨五十六点五七 那我请问你 来 我们再找这细节再看一遍 除了动物疫苗 他在告诉你什么 统一涨了 大臣涨了 普洪也涨了 都大涨了 动物疫苗呢 好我们看动物疫苗的市场 整个东协 有一百亿的市场 整个东协 我只讲东协 各位 一带一路 不包裹 不只只有东协 东协以外还有南亚 南亚六国 还有包括什么 我现在所讲的叫海线的这一部分 还有路线的俄罗斯 其实远到非洲 这个都是一带一路 那禽流感疫苗 它也不是只有东协而已 那我先讲东协的最主要的战场 来 一百亿 毛利率高达八十个percent 我告诉你 整个市场你已经看到了嘛 一百亿八十个percent 就是可以赚八十亿嘛 好 那单单印尼 就有五十亿的市场 那五十亿如果八十个percent 可以赚四十亿嘛 对不对 好来 来看这里 这家公司 赤兹二十亿 以中国哈兽园旗下的维科生物 维科生物 共同成立疫苗场 它已经在去年 二十七月二十三号动工 它已经在去年 七月二十三号动工 好来我们看这里来 第二季印尼疫苗场就现在嘛 现在第二季哦 对 正式到位 然后呢 一季第四季开始市场 第四季哦 好 那我请问你 大臣普翁跟统一 就是我们所讲的 如果以电子产类来讲 叫做客户端嘛 最下游 直接跟客户接触的 不是这样子吗 卖鸡的 卖鸡鸟的 对不对 啊卖鸡蛋的 卖鸡蛋的 这个是跟消费端 这叫下游嘛 那通常下游是最敏锐的 它一定先涨 再来呢 再来上游 需求到了 涨得更快 何况再看一遍 股本 我们就用股本来讲 569亿的股本涨17% 70几亿股本涨20% 20几亿股本涨56.57% 好 我跟各位已经倒数第八天哦 这档股票这是今年的K线图 它只有股本6.5亿 股本只有6.5亿啊 好 我也教各位这叫季线 它第一次 今年第一次正式站上季线 424块 这个位置 它站上季线 每几天的时间就攻到506 涨了82块 好 在这里整理了整理了 整理了一端 换手以后 好 在这里正式站上季线 目前都还没涨 好 这个位置叫457 也就是近期的低点 这里涨82块 这里会从457涨到哪个位置 我为什么要跟各位倒数 因为各位 就季式指标来讲 季线跟MACD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点 也叫机会点 统一 500多亿的统一 股本500多亿的统一 上来了17个person 今年以来创新高 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 大臣一样 联系五天创新高 普宏 一直创新高 一直创新高 已经涨了56.57个person 这档只有6.5亿股本的 这档勤约约约毛 也是鸡啊 他到底在这里 什么时候要开始起涨 这一段82块 这段如果真的走多头 他会多少 他会涨多少 我跟各位倒数第八天 为什么要跟各位倒数第八天 一定有故事嘛 一定有故事嘛 为什么要跟各位倒数第八天 来 在这里 424战上期限 MACD翻多 这段是涨82块 整理了几个月 今年以来整理几个月 四个月了 正式战上期限 未来会怎么样 想了解的 关乘定金在这个位置 来 这个号码多少 3660等于1600 到底它是多少 打电话 免同一个时间再会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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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護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战部消防署关心您